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初步調查 怀疑个女孩 曾经吸食俗称K仔的陆安康 有毒品刷家 专门深透学校三方 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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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吸毒问题 经传媒广泛报道之后 引起社会关注 五个月前 政府决定 在校园推行厌毒计划 政府强调 要及早介入 打击青少年吸毒 不过 验毒计划 涉及的私隐 人权 标签效应 种种问题 这一直引起社会争议 根本厌毒计划 就是博视了 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比如说青年人失业 青年人继续他们的升学 那条路 但是政府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一点 要解决一个青少年纜约的问题 必须要由它根本着手 例如 我们现在青少年纜约的两大根本原因 就是家庭和同学 验毒不能吸毒 但是现在政府本来倒置了 变成要去验毒 验人们有没有毒 以此阻碍学生去吸毒的话 我觉得根本就是 就这样听都会觉得很荒谬 最重要 就想看到吸毒的人数下降 我们少了青年人 碰毒品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希望 最成功的标准 不从验毒着手 爱校园 爱人权 爱人权 不知不见同持主 全力感受校园验毒计划 全力感受校园验毒计划 去年七月 大埔区二十三间中学 同意试行自愿验毒计划 为其一个学年 上个月 区里面二万多个学生 收到校方派发 参与这个计划的同意书 家长和子女 一起决定 是否参与这个 具争计的计划 负责在大埔区学校 进行验毒的 戒毒辅导中心 上个月 在校内示范 突击检查的时候 如何进行这项验毒测试 赞在同学的维持 今次的验毒计划 我们不是来找那些吸毒的学生 我们是来给那些 没有吸毒习惯的学生 多个的保障 还有他们有一个承诺 去建立一个校园文化 他们建立一个校园文化的过程里面 就是他们愿意付出自己一些 个人的资料 个人的私隐 然后证明自己的承诺 他们抗拒毒品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验毒计划 巩固我们同学 向毒品说不的信心 也都希望给到一些 吸毒的同学一个启示 希望他们尽快寻求协助 就算说不标签 但是同学都会知道 都会笑 又说你有没有被人验到 让家长先看 如果他觉得要的 我就去 到时如果真的 捉了我出去验的话 就当场拒绝他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似乎就是说 学生接纳了一个看法 就是我要自己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头 我们的法治体系下 我们的普通法治体系下 在基本人权下 我是被假设了 是无罪的 我不需要走出来证明 我有罪 就是要证明我清白 我不需要找东西去证明 为什么突然间现在 变成要我想办法 去证明自己去清白呢 将很多问题 梁欣明担心 主流意见从上而下 一面倒地以保护学生为出发点 反而会影响他们的批判能力 我直觉不停地说人权 移动权利 移动声音 无可否认这些权利 某程度上是可以被限制的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要答不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限制是否必须 以及这个限制是否合乎比例 我们有四个同学 被抽中短讲 包括我再来 这么好 加上四个 连续四个 哪里有三个人玩 强调一下 我们是说过 我们是志愿厌读计划 或者是强制厌读计划 我们都是不支持 实际上太多问题 小生和阿橙 都是一个关注年轻人权益的组织负责人 他们说 计划推出之后 无论在他们主持的网上电台 还是Facebook那里 都有学生表示情绪受到困扰 因为他们在家长和蓬佩的压力下 被逼参加计划 其实因为他本质上都是一个监管 都是管理 他是要一个有权力的人去管住你 他不信你 他要你自己揭露自己有什么 可能在短时间 你真的做到很大的恐吓效果 或者叫阻嚇的作用 但是问题 你长远来说 他不会再找你帮忙去解决问题 如果老师家长都是一个监察者的话 他没办法再去 尤其是连社工都下水了 这次研读计划 而是社工都信不过 那就是说 其实整个研读计划 长远来说 一定影响着我们整个社会 和年轻人和学生的关系 赞成研读的 因为你没事 你怕什么研 你没有吃过怕什么研 但是这个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逻辑问题 没有吃怕什么研 那就是说 我是要透过研读 然后拿着那个良文症 我是没有吸毒的 很多学校 他们都挺保护学校自己的名誉 那它可以採取一个不上步 或者是不公开宣言的过法 但是学校其实对这些学生 其实是会有顾忌的 或者觉得会影响校遇的 那有些方法就是说 我有机会会将你停学 或者想办法 是令你早点退学 或者是不再存在学校里面 为了保住这些校遇 但不是彻底解决问题 最终牺牲的是年轻人 賴伟伦认为 研读计划实行之前 学校很少向外沉求帮助 也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所以估计计划实行之后 即使校园吸毒的情况减少了 但是并不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 我相信年轻人可能在学校 下午饭的情况会少了 甚至学校 然后再继续去从事的行为 之后会演变到可能是回街头 还是自己的私逗 年轻人饭语问题未必会根治 当时一帮人去 你没有理由不玩 你根本什么推都推不了 合群都要想 你不玩啊 不跟你玩啊 那我们,那怎么办啊 学生都不会让你吓得到 就像我一樣,你嚇到我嗎?嚇不到我 如果你讀書你也不怕? 怕?怕什麼? 你現在的朋友呢?讀書的朋友呢? 都不會,都不讀的了 都不理,直接說要閹嗎? 學都不去,學校都不去同學,你怎麼去? 我來找我閹 但可以逃多久? 逃多久,我方知都是回了兩個月而已 很避免,聽到有人會認讀的話,那一刻真的會不玩 很多人知道 很順學校意,因為不同意,會很煩,寫原因 給老師照片所印象不好 在香港,很多人都是為兩餐來賓婆 很多個階段都是為兩餐貓婆 為工作貓婆 但有些小孩子,是你平時發現不俗 劉先生的女兒吸毒,被學校發現之後開除學籍 停了學一年,才找到學校收留 他贊成校園驗毒,因為可以證明,女兒沒有再吸毒 陳亭三是大學講師,他擔心整個計劃破壞學生對父母,學校的信任 而且影響教育本質 寧願,你說是學校規定會嫌 當然我不是同意這件事 但對比一下的時候,如果是學校規定會嫌 我覺得你這個小孩覺得學校信不得自己 好過是覺得父母信不得自己 在教育裏面,對小朋友那種幫助 應該源於就是那個關係,源於那個師生關係 而不是源於找到一些所謂證據確鑿的情況 我就擔心會目前將大量資源放在這個政策 處理這個心理那裏 而不去重視那個原因的話 我就覺得這是很危險 如果教育已經不是說強調小朋友自律 而一味道就是純粹因著外在要求我才這樣做 我就感覺到,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倒退的社會 大埔校園驗讀計劃,上個月開始實施 區裏面超過六成學生參加 政府對這個數字表示滿意 其實我們都知道大部分的同學是沒有吸我毒的 就算有小部分人是吸我毒 他也都未必是抽得中的 如果是測試是呈陽性反應的 我們用那個快速測試 如果第一次是呈陽性反應的話 我們會給第二個牌子的測試工具 給他同樣的樣本再做一次 如果第二次都是呈陽性的話 我們就是會把樣本送去政府化驗所做一個確認測試 當場社工會和同學做一個職場的輔導 而各位同學都應該尊重其他人的私隱 不應該問他們 最初宣布這項計劃的時候 引起過社會不少爭議 都正式實行 無論政府、參與的學校 還是負責執行的社工機構 對傳媒採取統一口徑 不透露詳情 不准追訪 而且在派給學生的光碟之中 也提醒他們 不要對外提及驗毒的過程 在一些初步模擬的階段的時候 就已經引起了蓬佩奧之間的一些小的控動 我們都有一些憂慮 如果你每個人走出班房回來 好像公主於世 每個人都覺得 原來這個去了驗毒 其實對於整個校園的氣氛 都可能會有些影響 我們都有點擔心 如果那個同學最終是這麼不幸運 就是驗到是陽性的話 在這種情況之下 整個校園的氣氛就不同了 因為貧貝之間的廣泛傳播和影響力 近一段時間都聽到很多留言 聽到很多傳聞 究竟這個普查 會不會帶來一些不差 影響到小行的情緒 我們檢查很多東西 都是一個生物化學的標誌 那個標誌裡面看起來 是否… 除非那樣東西 看起來絕對是沒有的 你外來帶入才有 這樣就容易了 但很多時候 本身我們每個人吃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交通 突然之間有些高了些 因為像血蟹一樣 有時候我們正常都會高些 李大拔本身也是家庭醫生 經常接觸到病人 他說 無論做健康普查 還是做藥物檢測 都有可能會出現假陽性的結果 但一般人甚至是醫生 都會低估這些報告帶來的憂慮 任何一個人 當你告訴他有些事情不正常的話 他都會有一個擔心 何況一個這麼敏感的問題 社聯屬下的志願機構 和大埔區的醫院和私階醫生 趁著校園驗讀計劃推行的同事 上個月也發起一個關愛活動 支援需要戒毒的青少爺 信議會是其中一個參與機構 他們拿到政府額外的撥款 在學校增加社工人手 但做的主要是去減輕驗讀計劃 對學生帶來的傷害 校園驗讀計劃 是將一些強制 或者是一些不信任的概念 擠入校園裡面 所以我們的焦點 就是將一些正面健康 關懷的信息 盡量將它擴大 令這個計劃的傷害性 或者不好的地方去減低 何顯明說 他們二十年前 已經試過和醫護人員 主動落區 幫青少年驗伸 而不同的社福機構 亦都不斷推展類似的戒毒工作 韓小雲服務的機構 三年前開始調活資源 請護士幫吸毒的青少年 做身體檢查 由於動機和處理手法不同 個案比較容易接受 加強他們戒毒的動機 我很多時覺得身體檢查 真的是一個入手點 仍然是用一個可能 深層的心理輔導 或者在他的生活面貌改變 因為我們一直都不做那種 我是負責去檢查你的角色 那就不會有個角色衝突 這項服務 原本打算引入學校 但是一直申請不到撥款 我們一直做的事 其實不是無效的 現在我們的服務 都已經發掘出來想求助的人 我們都未能即時給到服務去 大家我們見到有這個需要 就做吧做吧 做到可能都差不多 政府肯不肯支援我多些 不用我只是經常瀑瀑瀑瀑 或者申請基金 兩年完了又不再續 有時那種經驗或延續性浪費了 張偉良負責的外展社工隊 幾年前也試過在Disco門口 透過提供身體檢查 接觸個案 不過因為向政府申請的撥款 只是資助年半 期限一到就無以為計 後期因為禁毒基金有一個規則 就說要再創新一些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申請 向禁毒基金 反而就向了愛知病預防教育基金 去申請 張偉良說 校園吸毒問題 在五年前開始已經有蔓延趨勢 但是政府在兩年前 才委派律政司司長 率領專責小組研究對策 去年 自宣布推出應對的嚴毒計劃 當社會有很大的聲音 或者突然覺得很嚴重 就有些資源下來去做 那就沒有了長遠發展 當青蛇文化吸毒又轉變了 我們又跟著他走 問題就是會很慘 我們只跟著年輕人走 我們看不到我們 其實整個社會 應該如何幫助這些年輕人 去融入正途中 去健康成長 那些職員呢 正是跟我玩 只是什麼都沒有說過 我可能覺得職員已經知道我有點事 過了 沒說過吸毒 沒有說過物法外的 我小時候就找不到我的目標 找不到我的興趣 沒有讀書,一事無成 我會去哪裡玩 去哪裡才會開心 只要找到一群黑社會 就開心 跟他們一起讀文 玩瀏嘅、爆糖、大麻 就開心 所以經常跟他們 找他們才會開心 你踩滑板,你厲害,你帥 讓別人稱讚帥字 你越稱讚帥,我就越用心去踏 要帥給別人看 相信每個年輕人都要帥 慢慢地,很少會想起毒品 現在,因為我上班有一個很穩定 現在又讀書 讀中午 我穿下服回家 因為我媽很少見我穿下服 她一回到家,她很開心 從事青少年工作的社工 以口同聲都說 她們要展開工作 第一步要先建立關係 有了信任 做甚麼事都時半功倍 我們聘用很多年輕人 我們經常說笑 我們請求那些年輕人 做社工工作 比我們社工更厲害 原因是他們很明白 那些年輕人怎麼想 我們社工的工作 其實很簡單 就是信任他們 當我們信任他們這件事 他們會給人感覺有信任 因為他們過往的經歷 都是不備信任的 學校、家庭 都是批評他們多 但他們來到這裡 原來有人信任他們 他們就會繼續去玩那件事 其實我們跟黑社會沒有分別 黑社會就是當他們偷東西的時候 就稱讚他們 當他們在職業的時候 就稱讚他們 我們也是 我們當他們踩板的時候 就稱讚他們 當他們在職業的時候 就稱讚他們 變成有人稱讚他們的行為 就會做得多 其實我們的工作 就是稱讚和信任 當我年輕人 他是有自信的時候 他的自我價值是強的時候 有引誘也好 有不同的事情也好 他懂得怎麼回應 跟著是美亞紐文堡廚具呈現 菜蘭品味 有學習障礙 有學習障礙 是否注定不可以成才呢 離開傳統主流學校 他竟然找到專長重拾自信 學習障礙的過來人 出國讀書完成大學 他們怎麼看香港教育的悲哀呢 下星期日晚7時35分 翡翠台